各位早晨 美国阿达公司脱离破产保护 转型为规模较小的数码影像公司 新公司会专注发展商业产品 包括高速数码影印技术 并且获得新资金4.06亿美元 预期今年会有收入25亿美元 阿达公司在180年成立 曾经有超过6万个员工 并且发明数码摄影机 但是错失市场机会 07年以来每年都没有盈利 去年1月申请67亿5000万美元的破产保护 脱离破产保护之后 行政总裁说 阿达是一家全新的公司 有报道说 日本政府明年如果增加销售税 中央银行可能会考虑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 日本朝日新闻引述消息报道 中央银行行长克田东燕 向政府一个小组委员会表示 销售税如果按计划明年提高 到时经济展望转差的话 央行可能会放宽货币政策 政府小组委员会上星期建议 按计划调高销售税 不过同时建议采用某种形式的措施 减低提高销售税带来的影响 东京股市方面就阻断下跌 市场担心美国会对着利亚动武 日经平均指数最新下跌80点 报13,898点 纽纽股市假期之后服市 受到多项利好因素支持 杜瓶斯工业平均指数曾经升超过100点 收射升23点 报14,833点 标准普仁500指数 升6点 报16,39点 美国总统奥巴马尋求国会授权对敘利亚动武 意味至少未来几天不会有行动 美股受到支持 美国制造业扩张加快 建造开支增加和收购消息都是利好因素 三项的主要指数都扭转上星期五的跌势 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